各位同學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針對GSN的無線電介面 繼續進行介紹 這邊我們先針對它的規格進行一些描述 首先它是採用GMSK的方式來做編碼 然後它提供兩種編碼速率 一個是13kbps的編碼速率 一個則是5.6k的編碼速率 那這個兩種編碼速率我們待會跟大家提到 那我們大體上先講一下 大概就是當今天網路使用者不是很多的時候 我們就用全速率來編碼 然後當今天網路使用者 變多的時候 我們就使用半速率來編碼 然後這樣帶來的效果雖然因子會下降 但是卻可以讓整個系統裝更多的人 然後它是採用分屏多工的方式 分屏多工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上行跟下行是使用不同的頻率 然後它的上行是使用890-915MHz 下行是使用935-960MHz 那其實可以先跟大家聊一下 早期的GSN最早是使用900MHz的 那到後期它才有擴增其他的頻率使用 所以我們這邊先跟大家介紹 是使用900MHz的GSN 然後它這個上行跟下行之間 這個每一個頻道 應該說上行的每一個頻道 它的間隔是200KHz 然後總共可以分成124對的頻道 換句話說 它總共分成上下行兩個為一對的話 總共有124對的頻道 可以使用 然後它先利用這個分屏的方式 切割成上下行 然後之後再改用分屏多重存取的技術 那這邊可能打錯了 請大家把它修正成分屏多重存取 這個地方 那分屏多重存取的方法 就是先將資料切割成很多個等大的訊框 它就是以4.16ms的大小 然後每一個訊框都會有一個號碼 被稱為訊框號碼 然後我這個訊框在切割成更小的單位 切割成更小的時槽 然後每個時槽大小是0.577ms的大小 然後每個時槽就是當作傳輸的基本單位 然後走起訊框出現的時槽就成為一個通道 那我們這樣講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 我們先可以來看圖一下 這是GSN的圖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先將訊框 它先切割成一個frame的大小 那這一個frame 我們說過一個frame就是4.615ms 所以這是一個frame的大小 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再把這個4.615ms 剪割成8個這個time slot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8個time slot 那每一個time slot 就是傳輸的基本單位 然後因為這些time slot 會周期性的出現 比如說TS0 它這次出現之後 過一個frame之後 它又會再次出現 所以它在每個frame的一開頭 它就會出現 那所以用戶只要我分配給你TS0的話 你就可以一直使用TS0來傳送資料 所以這樣感覺好像我就是給你一個通道 你每次輪到那個時間你就可以傳送了 所以這是它的一個基本的想法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個 時潮架構的一些細節 那這邊舉例的是downlink的部分 當然uplink也是一樣 那downlink的部分呢 裡面有control channel control channel就是 就是將這個基地台的一些指示的 面臨下傳的一些專友頻道 那control channel 大家可以看到它就佔了TS0 跟TS1的地方 就time slot 0跟1的地方 然後 後面則是traffic channel 則是擺一般資料的地方 然後control channel會固定時間都出現 然後traffic channel也會固定的時間都會出現 然後使用者就可以在所指定的時潮來接收資料 或傳送這個指定的時潮來接收資料 這個就是GSN的時潮架構 然後這邊跟大家說明 假設這個手機被分配到的是 使用這個C1的TS1 C1是channel1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channel1的TS1的這個time slot 然後它每到這個時間 它就會去接收TS1的內容 然後因為這個間隔我們剛才講過都很短 就只有0.577個mini second 很短 所以說使用者會覺得它好像在連續接收一樣 並不會感覺到好像隔很久 好 那這個是跟大家介紹這個GSN的時潮架構 好 那我們繼續再繼續往下看 那我們剛才有提到GSN它最早版本是900MHz的 那隨後因為900MHz很快就飽和了 所以說它後來又延伸出新的版本就是DCS18 那DCS18他用GSN的架構標準繼續開發下去 唯一最主要的差別大概就是它所謂的頻段是不一樣的 那以上型為例的話它就是在1710到1785MHz 下型呢則是1805到1880MHz為傳輸的頻帶 那我們有時候稱它為DCS18 或者是叫它叫GSN18 那這個目前在台灣有使用900MHz也有使用1800MHz 那在美國它則是使用1900MHz 所以說在美國它又被稱為DCS1900或GSN1900 那這個1900也則是它所使用的頻段 然後這邊說我們可以整合GSN跟DCS1800 可以形成微細胞跟聚細胞的架構 這個微細胞和聚細胞架構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聊過 這是增加系統容量的一個方法 那為什麼可以架成微細胞跟聚細胞 就是因為GSN原本最早版本是使用900MHz 那後來新的版本是使用1800MHz 所以在這邊可以架設一個 使用兩個頻率的行動電話系統 然後它們又不會互相干擾 因為它們使用頻率不一樣 所以就不會互相干擾 那這樣子就可以裝更多的使用者 所以它就說這邊可以架成這個 微細胞跟聚細胞架構的原因就是這樣 好那我們繼續來看 我們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GSN 它是怎麼傳遞資料的 那GSN傳遞資料的方法 大概都是利用BURST方式來封裝 然後再將資料放入實槽中來傳送 所以它們一開始會先將資料 包裝成BURST形式 然後之後再把BURST 放入這個STANTHART裡面傳送 那實槽內容呢 則會包含了這個BURST 以及這個保護時間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BURST的種類 那BURST的種類大概可以分成下列四種 那第一種是Normal Burst 就是一般的BURST 它是用來傳遞使用者的語音及數據資料 所以說使用者的這個語音跟數據資料 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傳送 那第二種是FBURST FBURST顧名思義 它就是跟頻率有關 就是Frequency這個字有關 然後它是用來這個廣播基地台的這個頻率訊號 讓這個手機可以進行頻率的校正 以維持跟記憶台的頻率同步 所以它是做頻率校正使用的 那接下來下一個SBURST SBURST這個S 則是跟時間同步有關的 然後它就是 記憶台會利用這個BURST來廣播這個 時間的訊號 然後讓手機可以矯正時間 以維持和基地台的時間同步 然後最後一個是A BURST A BURST則是當手機想要打電話的時候 它就會上傳A BURST告訴基地台 它想要使用無線網路支援 這時候基地台則會配置無線網路支援給它使用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投影片的接下來內容 首先這是一般的BURST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 一般BURST裡面 它這個是BURST的內容 然後這邊有個保護的時間 就是讓它兩個BURST不要太靠近 所以這是一個保護的間隔的時間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一般的BURST可以分成兩個區域 兩個DATA區域 那這個當它今天使用全速率的時候 則會兩個區域都被贊助 然後當它今天使用這個半速率的時候 我剛才有提到它使用半速率的時候 它只會贊助其中一個區域 那這樣子就可以讓一次 讓兩個人可以一起傳送 得到這個 裝入更多使用者的一個結果 然後接下來大家可以看到這邊的圖 接下來這有 FBURST的圖 然後這是SBURST 然後這是ABURST 那FBURST我們講過 它就是 擺入 讓機台擺入一個 可以讓這個手機 做這個頻率同步的訊號 然後欸 這個手機收到這個訊號之後 就會開始進行這個頻率的同步 那SBURST則是做時間同步的動作 那至於這個 ABURST 我們剛才有提過 就是當我今天想要 打電話的時候 我需要資源的時候 我就可以藉由 ABURST 跟機器台 申請請求機器台幫我保留頻寬 然後我待會再利用這個保留的頻寬來打電話 所以 這個因為這個手機網路 它是一個 中央集權管理的網路 你要使用資源 不像WIFI一樣 可以直接傳送資料 而是必須要先提出申請 經過允許才可以傳資料 那所以我們可以想到這個 ABURST 就像我們同學們想要發言的話 必須要舉手才能夠 在老師的同意之後發言 那這個ABURST 就是舉手的動作 然後當老師看到你舉手之後 同意你可以發言 你才可以發言 那這就是ABURST它的作用 好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一個名詞 叫做提前時序 叫Time Advance 那什麼叫做提前時序 指的就是說 我們可以給它看這個圖 正常的情況 如果機器台送資料給手機 它在第0個時槽發送 手機經過一般處理之後 理論上它如果回送的話 這個應該在第三個時槽 可以收得到這個手機的回傳 那這是一個它假設的情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機器台 在使用這個第0個時槽 我們可以看到編號0號的時槽 就這個時槽 傳送資料給手機 手機會在第三個時槽的時候 收到這個 機器台會在第三個時槽的時候 收到手機回傳的這個BURST 所以會在這個時槽 收到手機回傳的BURST 那它說 但是這個因為傳輸的過程中 我們可能會有時間的延遲 所以說我們在傳輸的時候 真正的對應的關係 就必須要加上 這個往返傳播延遲的時間 這個稱為叫做 Round Trip Proplication Delay的時間 然後呢 MS發送時刻要提前一段 Round Trip Proplication Delay時間 所以稱之為TA 縮寫叫TA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我其實舉一個例子 會比看這張圖快一點 大家可以想到 比如說 從你家到學校 需要10分鐘的時間 那你今天假設要9點10分上課的話 請問你要幾點出發 你就要9點鐘出發 那所以說 這邊指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預期在這個時間 收到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 因為傳送有傳送的延遲 你就必須要提前出發 那這個TA指的是 Pervocation Delay 就是往返的延遲時間 所以這邊除以2的原因 就是單程的時間 這樣大家不曉得可以了解意思嗎 所以就像我剛才舉的例子 就是 因為傳輸中間會有延遲 就是你家到學校中間會有延遲 所以你就必須要提早出門 那這個動作就是做TA指的 就是 提前時序指的 就是你要提早出門的這個動作 就是避免訊號傳輸發生延遲 讓你對不準所傳輸的時潮 所採用的一個方法 是